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颁发给一位被原子弹轰炸过的日本女人 在1945年的那个8月6日 美军原子弹轰炸广告 8月9日 第二车原子弹轰炸长期 作为战后美国宣传战的一部分 原子弹空袭的效果被诬陷放大 作为恐吓中苏的战略兵器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说 无论有没有原子弹 日本被战略轰炸 摧毁也仅仅是时间问题 由于日本人的倔强性格 额外买了两颗原子弹 悲剧 今天风博士就带大家回顾这段 滥杀无辜的黑暗历史 小编 人家美国老兵不是这么说的 一语成衬将校长而国侵略中国 罪恶深重 而再不逊 则百万船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 而在戒指 蒋中正当中国空军的马丁 轰炸机在日本丢下百万船单的时候 恐怕不会想到他真的会变成千吨炸弹 只能说蒋校长还是高瞻原主的 换个时代也许真的能一统天下 没办法 季生毛和生奖 1944年10月 塞班岛战役结束 日本本土已经暴露在第29弹仓之下 此时的日本人还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 虽然本土防空能力极差 但他们从不担心这一点 其实这种想法并没有错 日本就那么点地方 瓷器店里进攻牛 提来点什么直接给你砸了 大日本帝国只能够建一个绝对国防圈 把美军挡在外面 在1942年 这不是问题 到了1944年 可就出事了 日本本土只有300架战斗机 700门高炮 日本全国43个线 700门高炮够得什么用呢 然而现实其实更糟 因为这些炮录海军各有一部分 海军不肯把高炮拿出来保护城市 统统放到了军港保护舰船 就是要炸死你们这些陆军马路 不过海军的小算盘并没有成真 因为美国空军的表现很不给力 或者说 日本有天照大神照着 日本这个地方 全国都是海警方 风特别大 而且复杂 美军瞄准已显然对这股气流很不适宜 不仅70%以上的飞机没有找到目标 剩下30%的B-29也扔飞了炸弹 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下去 就算日本防空能力居近于零 美利坚拆迁办的业务前景也是很暗淡的 后来我们知道了 美军调来了一个叫李梅的拆先办主任 来自校长的启示 关于李梅怎么想到用燃烧弹轰炸东京这事 蒋校长有话要说 1942年日军空袭重庆 宝山等的 以高爆弹贯通砖木建筑 再以燃烧弹攻击 造成了毁灭性的效果 1942 其实拍的还不够震撼 鉴于中美情报合作的深入 这个方法应该早就为美方知晓 1945年2月23日至24日 第一次小规模燃烧弹攻击效果 不错 李梅决定于3月9日 用334架B29进行超低空贴脸式扫的 为日本鬼子奉上地狱烧烤大餐 很多网文都说 美军先用燃烧弹 在东京化了一位X 然后鸡群才投弹 实际上并非如此 因为这么一来会有很多日本人跑掉 你想 市中心着火了 人不就往外面跑了吗 李梅怎么可能这么蠢呢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的燃烧弹 并不是投出一个X 而是两条平行的火墙 如此一来 日本人一定会往没有着火的地方跑 然后才是第二阶段攻击 美帝国主义果然是惨无人道 两边围堵 中心开花 那真的是中捉鳖 小鬼子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在喉叫中口焦烧熟 东京市中心温度 瞬间穿到一千摄氏度 足以融化钢铁 与东京城区一河之隔的皇宫 护城河都沸腾了 不少跳进河里躲避烈焰的日本人 统统成了顿肉 这些人里有的运气不错 至少顺着护城河游到岸上 算是躲过一劫 那个阳问桥上的日本人就倒了大霉了 由于温度实在太高了 当两边躲避烈焰的日本人挤到桥上之后 本身就成了燃料 据幸存者回忆 他从桥上跳下去 顺着飘下 刚刚露出头来 就看到火球从两边一直往中间烧 一个点一个 很快人群就像柴火一样燃起来 一时间烧死 跳河烟死 才死 被人砸死者不计其数 2008年电影《东京大空袭》中 女主绝被珍惜跳水生还 由于日本人没有经历过如此恐怖的空袭 压根就没有准备 空袭中九万人被烧死或者失踪 十万人重伤 一百万人无家可归 最后统计的时候 东京大空袭死亡人数继位十四万人 显然 那些被烧成重伤的日本人在缺衣少药的情况 下也没能逃脱一死 天火焚魔 三月九日夜的空袭效果出乎意料 李梅大受振奋 全线出击 三月十一日夜火烧明古屋 三月十三日夜火烧大阪 三月十六日夜火烧神户 三月十九日再次空袭大阪至此 李梅手上的燃烧弹基本用光 想炸也没法炸了 五月九日 补充了燃烧弹的李梅再次出马拆迁 这一回B29低空年东京东鱼填河扫荡 给把东京首都圈圈给烧成了白地 极大的促进了战后重建的进程 这一次可不是烧两天这么简单了 大火燃烧四日方才逐渐熄灭 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放弃治疗 消防系统全部瘫痪 只有九名医生和十一名护士 为东京提供医疗服务 基本算是做事伤员自行了断 至五月二十六日第三次空袭之后 东京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 再无攻击价值 由于李梅卓越的拆迁工作效率提高 战前八百万人口的东京变成鬼城一座 这么算来 东京城里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口是跑回了乡下 并没有受伤 相较于战前一百万人口 的南京被屠杀了三十万人 美国的轰炸显然是留了情面的 日本人应该感谢李梅当初手下留情才是 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 日本人拿着原子弹装受害者 千方百计粉饰虚张 却在靖国神策里 供奉着一六的战犯牌尾 竟还有脸像当年的美国飞行员讨要歉意 要说当年上海南京重庆 哪个是军事目标啊 你日本人杀起来手转过吗 最后轮到你自己来炸的 知道疼了啥 这位美国老兵说得理直气壮 我这么多朋友死在珍珠港 你要老子为轰炸你们道歉 我炸你是本分 不炸你才是过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说